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我是令东来 今天呢是星期六 我继续讲2014紫微斗数最新课程的第十一课 上一节课呢 我们讲到了太阳星 但是呢太阳星还没有讲完全 这节课呢 我们就不接着讲太阳呢 讲一点别的东西 就是一些比较实用的知识 这堂课呢 主要讲如何改变事业运 讲课之前也有很多同学问过我 他说老师 我这个命呢 很不好 有五个煞星 六个煞星 或者说我这个命呢 有两个话计 三个话计 大运走到这儿 两个计来冲了 或者翻个计来冲了 那么我看的话是很糟糕 怎么改变呢 这里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每个人的命盘都有好的一面 也都有坏的一面 怎么去利用其中的优势 怎么去规避其中的劣势 就是我们算命的要重点讲的 今天呢 就给大家讲一些改变事业运的一些道理 东来啊 时常感慨 他说 我说而不是他说 生在这个时代的中国 既是幸运的 也是不幸的 幸运的是我们的国家呢 在恢复发展 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的经济重心 拥有举足轻重的力量 同时呢 经济的繁荣必然会带来文化的繁荣 东来相信 有生之年一定能够看见中国人的书籍 电影 以及核心价值观输出世界各地 成为引领全球文化的 成为引领全球文化发展的核心力量 这个呢 是我们幸运的一点 因为呢 我们在这样的国家 在这样发展飞快的这个社会 是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 找到自己的价值的 不幸的是 这个国家有如此之多的人口 人太多了 竞争十分激烈 你的位置随时会被人取代 在大城市 这个乞丐会为了抢地盘而打架 拾荒的啊 就是捡这个垃圾的少年会跟老人抢夺矿泉水平 公交车上的市民 他也会争抢这个能够坐下休息的空位 我呢 时常站在天桥上俯瞰这座城市的中心区 发现大多数人面容肤目 形色匆匆 危机感蔓延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许多人一生劳碌奔波 永不停歇 几乎每个成熟的人都会对我讲 他说买辆车要好几十万 买套房子要好几百万 我如果不努力工作 我就什么都没有 女朋友也找不到 什么都买不起 然后呢 我还要受尽亲戚朋友的嘲笑 但是啊 我真的不知道 我现在的工作有前途吗 我这样坚持下去 能看到未来吗 另外呢 他们也会问我该怎么做我的事业运才会更好 该怎么做我的领导才会更加赏识我 该怎么做我才能赚更多的钱 这个呢都是事业上的问题 对于事业的问题 我今天呢只讲三点 第一点呢是最重要的就是找准方向 第二点呢是解决问题完成任务 第三点是积蓄力量后积勃发 先说第一点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在实际算命的过程中 我发现很多人的问题并不是出在运气方面 也就是说这个人的运气 他是不错的 但是呢 他的路线走错了 方向走错了 比如说一个明明应该挥舞着支票 跟人家谈生意的命盘 却偏偏做了一个事业单位的文职工作 就这个人呢 他有一个经商的天赋 但是呢 他父母觉得这个商人呢 没有地位 不受人尊敬 所以说逼着他去考公务员 那么他就考了一个事业单位的文职工作 就这样混吃混喝 结果呢浪费了自己的天赋 成就也不高 还有一个呢 他明明应该是一个文职的命 就是大学教授的命 每天跟人分享自己的观点 每天给人讲一下自己的研究心得 但是呢 他觉得大学教授收入很低 刚开始工作的话 一开始就只有翻五千块 收入太低了 他看到这个房地产方面呢 发展的不错 他就跑到房地产公司 搞起了销售 那么虽然说做销售收入会高一点点 但是呢 从长远方向来发展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这个大学教授肯定是更加的适合他 另外呢 也是说一个比较明显的 就是这个人呢 明明说在外地可以发大财 但是呢 偏偏死守在本地工作 就这个人的命可能是路马交池 或者是这个两马飘荡啊 加上路存化路等等 他本来是到了外地能够发财 但是呢 他偏偏要在本地工作 偏偏就守在这一个地方啊 结果呀 一年啊 他换了三个单位 换了四个单位 他都不满意 像这种路线走错 方向走错的现象 非常普遍 俗话说的好 女怕嫁错狼 男怕路错行 现代社会女人也可以有自己的事业 所以这句古话应该改一改 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都怕路错行 这个命运呢 经常有人问我 他说老师命运是不是注定的 我说不是 因为命运呢 我们算命算的东西 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客观的东西跟主观的东西 它是不一样的 老天爷给你安排这样的运气 那是客观的 你自己怎么去选择 那是主观的 就你现在听不听我讲课 你现在去打游戏 还是来听我讲课 这都是主观的 而不是说是一个老天爷安排你来跟我讲 跟我听课 不是的 那是你自己主动的 是你自己能够改变的 这是主观性的东西 如果说你选择对了职业 那么你的发展可能就会好很多 如果你没有选对职业 你本来是一个当老师的 结果跑去做销售 那么可能就会混得很惨 后面我就继续举个例子 东来喜欢拿姚明举例 因为姚明这个人 他很显然是一个选对了职业的代表性人物 姚明的父母呢 都是篮球运动员 而且他自己个头也长得相当高 听说有两米二六 他拥有打篮球所需的身体素质 遗传的比较好 长得比较高 这个其他方面呢 也不差 而且他的家境也很不错 注意啊 这一条很重要 有的同学呢 他也可能想去职业的打篮球 但是呢 家境比较糟糕 就这个营养跟不上 或者是说这个训练的费用跟不上 他要去读这个学校啊 要去找老师啊 要去找教练呢 这都得花钱 但是他家境不好 所以说呢 这个就可能导致他不能够成为职业的篮球运动员 这个家境对于一个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是至关重要的 希望大家要参考一下 姚明的家境不错 可以满足他训练所需的花销 而且呢 他父母又是篮球运动员 可以有人脉 大家记住啊 在中国社会人际关系很重要 就是你爹你妈都是打篮球的 那么通过他们的关系 就可以给你找几个好一点的教练 或者说呢 你就更容易的进国家队发展 这个呢 都是优势 有优势就要利用 大家记住了 如果你父母这边有优势 那么尽量就可以利用这个优势啊 不要当一个这个 嗯 糊涂人啊 有的人呢 他非要说啊 我就要靠我自己成功 那样啊 才能够怎样怎样 那是傻的啊 有资源就要利用 有优势就要利用 这里呢 是我给大家提的一个建议 姚明呢 他选择去打篮球 这就很容易表现突出 很容易名利双收 发展到现在啊 甚至呢 还当了官啊 成了这个全国政协委员 各位呢 不妨想一想 如果这个人不去打篮球啊 他跑去打乒乓球 他跑去打桌球啊 那很显然是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大成就的 我不敢说他完全没有成就 你说他去打乒乓啊 他去打桌球啊 可能也会有那么点成就 可能也能够赚到钱 但是呢 跟现在相比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在选择路线 选择方向的时候 一定要再再三的斟酌 充分的考虑自己的长处与短处 在这方面呢 优先考虑自己的特长 与专业 就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你这个人有什么特长 你是这个机械方面的 还是土木这个基建的等等 这个呢 可能以后你找工作 就得找一个专业对口的 另外呢 就是参考一下自己的父母 参考一下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想一想家中亲戚的职业状况 请大家记住 遗传的力量是很大的 这个很关键啊 有的同学呢 他不相信 他说我爹妈是农民 但是我呢 要成为亿万富翁 这个不是没可能 但是可能性非常的低 一个好的家庭 一个好的家境 是能够更加容易让人成功的 遗传的力量很大 如果你父母在这方面有成就 那么你很多时候就可能会沿袭他们的老路 会跟着他们走同一条路 并且呢 又发展 商人的儿子不一定是商人 但多少他有一些经商的头脑啊 多多少少都有 耳濡目染呢 从小 运动员的儿子呢 不一定是运动员 但是身体负质一般都很不错 体格健美 官员的儿子 他不一定是官员 但多多少少呢 都有一些管理才能 管理能力和交际才能 这个东西呢 我告诉大家 都是能够遗传的 人的命运肯定是跟遗传啊 跟你的父母公 跟你的饥饿公 有很大的关系 希望大家以后在断命的时候 以后在给人推断命运的时候 不光要看命盘的三方四正 也要看自己的父母公这里怎么样 如果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他们在某项工作上很成功 那就应该考虑一下 是否可以跟他们走同一条路 这个呢 是我给大家举出的一个啊 就给大家指出的一条这个发展的路线 就是参考一下自己家中亲戚的发展情况 这里呢 也需要讲明白 有很多人不需要命理师的指点就能够成功 很简单嘛 你说这个世界上的人成功的人 并不是个个都算过命啊 甚至有一些呢 他不相信算命的也有 古人呢 他将医生跟命理师归为一类 自然有他的道理 有病的才要求医 你没病的求医干什么呢 没病的求什么医呢 有了疑惑啊 才来要找这个算命师傅指点 如果你对自己的事业没有疑惑 你很了解自己 很了解自己的长处与短处 那你是不需要来找我的 因为你这个人既然很了解自己 对自己的发展没有疑惑 那么你自己就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 是不需要找别人来给你策算的 有一些人呢 他的悟性很高 或者说天生就有这种能力 大家记住啊 有的人天生他就很精明 他就很聪明 悟性很高 他从小就很了解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自己的缺点在哪里 这样的人呢 他一般来说是不需要命理师去给他指点的 他自己就能够指点自己了 我的这篇文章呢 是写给对自己的事业有疑惑 对未来发展有困扰的人 尤其是那些丧失了方向感的人 最该寻求命理师 指点迷惊 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 你说让他去这个打工吧 他嫌这个打工太累了 这个不想去做 你说让他去这个继续去学习吧 他也不想学 他这个觉得自己学不下去了 你让他做这个 他不想让他做那个 他也不想 他也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 也不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 非常的迷糊是一个糊涂的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建议他去找一个这个水平过硬的这个师傅呢 给他看一看 看看自己的特长在哪里 优势在哪里 什么地方可以利用 什么地方呢 是要规避的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我本人看过不少好盘 说实话 看过不少的好盘 但是呢 这些人 很多人方向走错了 或者说方向走偏了 他格局的这个力量啊 减色不少 本来应该是一个很有钱的 结果呢 只能是一个中复的一个状态 就比一般人强 但是呢 不是很有钱 另外呢 也看过一些普普通通的命盘 这个盘呢 普普通通 但是方向走对了 事业发展很顺利 生活的呢 就很滋润 这个你不能说 我们拿到命盘 那么这个人的成就有多大 我一眼就看得出来 我还是要看他过去 和现在的这个发展状况 然后才能够定出他的未来 上解课 而是上上解课 讲课的时候 我提到 我说过去的你 现在的你 以及未来的你 都是你本人 都是你自己 我们在算未来的时候 一定要把过去的你和现在的你 共同加入命盘来做考虑 不是说我们拿到一个盘 那么这个人会有多少钱 这个人会有多大成就 我们一眼就看得出来 没有那么神奇 八字相同的人有很多 命盘相同的人有很多 但是有的人混得非常好 有的人混得一般 甚至于有的人混得比较差 这个呢 就很多地方呢 跟你的主观性的因素有关系 跟你的 主观上的一些选择有关系 就是如果你选择错了 你的路走错了 那么你这张盘呢 就算有优势啊 就算老天爷给你的运气不错 你也没有办法去利用他 如果老天爷给你的运气比较好 你又能够利用这个运气 那么你就能够发展起来 在这个职业方向上 我的习惯跟古人是一致的 一般来说呢 是先把这个职业分成文职跟武职 所谓是文职呢 那就是跟这个文字啊 这个电脑或者是证券 或者是证件啊 跟这个文昌文曲之类的东西打交道 不需要消耗什么体力啊 基本上每天就是坐着的 这个职业呢 跟机械跟金属没有什么直接关联 所谓的武职呢 那就是有相关的技术特长 就这个人呢 是这个高级技工学校毕业的 那一般来说就是武职 他是修车的 他是这个工厂里面 造这个机器的职工 那么一般来说也是武职 他的工作跟机械跟金属是有直接关联的 而且呢 一般来说他是要消耗不少体力的 这里呢 简单举例 政府官员 报社编辑 小说家 教师 这都可以说是文职 而体育运动员 商人 这个商人为什么是武职呢 因为商人呢 在古代社会 他是要搬东西的 他要指挥别人啊 把这个东西呢 给搬上去 自己呢 也要搬 比如说他把这个大米从杭州啊 运到这个武昌来贩卖 那么这个呃就需要消耗一些劳动力 消耗一些体力 你可以想一下你从杭州坐船啊 到这个武昌来 那么这一路奔波你这个人的体力是消耗不少的 后面呢 这个技术工人 搬运工 军人 警察 城管 这都是武职 具体断盘的时候 我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同行 预设式同行呢 他往往会忽略这个城管这个功夫 其实告诉大家 令东来呢 看过不少这个城管的盘 这个城管的盘呢 跟这个军人的盘有点像 其实呢 都是武职啊 都是要处理纠纷的 都是要面对纠纷的 注意这里呢 只是一个笼统的区分 在具体论断命运发展的时候 我们不能说文职 武职就完事 有的人呢 他是在这个军人啊 在这个呃 军队里面当文职的 军队里面也有文职的干部 也有这个文职的工作者 你不可能说军队里面全都是武职 就这个人 他是在军队里面做文职 或者是在警队里面做文职 或者是在城管队伍里面做文职啊 这都有 具体论断的时候呢 我们要考虑其他的因素 在分清楚文武这个以后 那么紧接着就是对照命盘了呀 那分析你这个人的长处跟短处 优势在哪里 缺点在哪里 能不能够利用你领导对你的帮忙 能不能够利用同事对你的帮忙 有没有贵人啊 老婆能不能帮你 纠纷多不多 会不会被人这个被人整治什么的啊 会不会被人盯上 会不会被小人给破坏啊等等 进而呢 那综合大线的走势 详细论证自己在各个职业上的表现 有的人做这个职业表现会好一些 做那个职业呢 表现就会差一点 这里要强调啊 如果你看不懂命盘 那尽量就不要自己对照着这个书本里的东西乱看一气 你看不懂 你自己去看 那很有可能是越看越害怕啊 你书里面有些东西呢 写的有点夸张啊 所以说你可能是越看越害怕 这个呢 尽量呢 要咨询相关专业人士 另外也跟大家讲一条啊 坦白告诉各位 格局越大的人 那经过指点就越容易就扭转乾坤的效果 就这个人呢 命盘格局很高 会有很多的富贵 然后呢 他去找人算命 那这个算命的如果是水平够高 那么很有可能就把这个人的人生呢 给他扭转乾坤了 给他有一个很好的改变效果 但另外一些人呢 那格局比较普通啊 就这个人的命呢 普普通通 你不管是从事什么职业 你说不管他是去文职啊 武职啊 他都是那个样子 都是那个差不多的状态啊 顶多就是个小康水平 那这样的人呢 他算不算命 其实都无所谓啊 因为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命盘 你不能说 不能说每个命盘拿给我看 我马上就给你扭转乾坤 我一看马上就化腐朽为神奇 我把一个村长的命看了以后 他就当上一个省长了 那不可能的啊 就是你格局大 那么我来指点你 可能呢 你吸收的会更多 你了解的会更多 而且呢 你利用的就会更多 你格局比较小 那么我去指点你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或者说有改变 但是改变幅度呢 有限啊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我对有些人的帮助要大一些 对另外一些人的帮助呢 那就小一些 这个呃 希望大家要了解 这个道理呢 也挺简单的 大家自己琢磨一下 就明白了 在确定自己要从事的职业范围以后 就要开始着手解决相关问题 这个呢 是改变事业运的第二步 怎么改运 那首先是找对方向 找对了方向 那么你这个人的就更加能够利用运势 就相对来说 这就可以说是一种改运 你的运势是固定的 但是你对他的利用是不同的 有的人更善于利用运势 有的人呢 他不善于利用 所以说呢 就造成了人生的区别 找对方向 是为了明确自己的目标 把自己的目标要给他确定下来 然后再往这个目标接近的过程之中 他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需要你去解决 这些问题呢 就可以说是人生的任务 过去讲课的过程中 我发现 很多同学搞不清楚基础概念 而且呢 对基础概念并不敏感 就他们觉得吧 这东西都差不多 其实有很大的区别 包括我给大家讲 我说紫微星 他对你有帮助 天府星对你也有帮助 天良星对你也有帮助 天象星对你也有帮助 太阳太阴对你都有帮助 但是呢 这些星药的帮助特点各有不同 不同点在哪里呢 自己要琢磨呀 有的人他就觉得 哎呀我反正知道都是帮助就可以了 这不是这不对啊 这种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就是错误的 这些星药都表示帮助 但是帮助的特点又不相同 有的呢 是你给他钱 给他好处 他就帮你 你不给他好处 他就不帮你 有的人呢 是免费帮你 但是呢 也有别的条件 就是你得服从他 另外有的人呢 他是这个无夫的帮你 根本就不要回报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 我说的这些特点跟哪些星是匹配的 同样都是帮忙 但是有的星帮你 他是要有回报 有的星帮你呢 不要回报 有的星帮你呢 那要你服从他 他不要回报 但是你得听我的 你得按我说的办 我就帮你 这不同的星 他都是帮助 但是帮助的色彩又不相同 这个呢 一定要给他细化到很深的 很细的一个程度啊 不要觉得都是帮助就可以了 别的你就不讲了 你就不看了 那是不对的 要把基础的概念给他区分开来 要给他搞得非常清楚 就天良心 他是帮忙 天向星也是帮忙 这两颗星的帮忙 有什么区别呢 那就一定要给他弄清楚 弄明白 我讲到这儿啊 可能有的同学搞不明白了 他说你这里说一个目标啊 又说一个任务啊 他们或许觉得 他们或许认为目标跟任务 他是一个意思 说没什么区别 好像这个目标跟任务是一个意思 你说人生目标 人生任务 没区别吗 或者呢 就算有区别啊 他们也觉得没有必要划分到这么细致 有没有必要分的这么细 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自己斟酌一下 琢磨一下 就明白了 假如呢 有一位少年啊 这位少年呢 现在呢 是十三岁 热爱科学 头脑精明 想象力丰富 喜欢钻研 立志要当科学家 就这个人呢 因为他一方面 他有一个爱好 另一方面呢 头脑比较精明 想象力丰富 也喜欢钻研 所以说他想当科学家 是找对了事业发展的方向 找对了发展的目标 但是他现在年龄太小了 十三岁啊 他不可能说几年之内 他就成为一个科学家 那不可能的 所以说他现在呢 要解决相关问题 要完成他的任务 他现在的任务呢 就只能是学更多的知识 考更高的分数 进入更好的大学 如此才能更加接近 自己的事业目标 等到二十多岁 他的任务呢 就又会发生变化 一般来说 那是要赚钱养家 要满足一些物质条件 其次呢 还是学习跟研究 等到了生活较为富足的时候 就可以投入更多的精力 去做学问了 一般来说 这个发展路线 就是这样的 当然了 上面说的 它是一个大众化的发展模式 就是大多数人呢 他最好是这样发展 就是年轻的时候 好好学 考高分 进入好大学 毕业以后呢 那就是先赚钱养家 先把一个经济条件 给他满足了 然后呢 再去实现理想 你不能说 你现在连养家糊口都做不到 然后呢 你就抛家弃子 跑去创业 跑去这个做学问 这一般来说 我们是不建议的 我们不建议抛家弃子 去完成理想的 这个是 很不靠谱 也不排除 有的人是这条路走成功的 但是这条路走失败的 肯定更多 成功的呢 是 10% 或者是10%都不到 希望大家呢 有了这个基础 再去做这个事 没有这个基础 就不要去做这些事情了 这个社会上呢 也有一些天才 这些人呢 非常的 有天赋 非常的厉害 他是不按常规 不寻找常规 而获得成功的 就这些人呢 他跟我讲的不一样 我讲的是十几岁的时候 好好学 然后呢 进入好大学 毕业出来呢 赚钱养家 然后到了中年 他就可以投入更多的精力 去搞研究 去搞学问 这个天才呢 他小时候呢 就没有学习 就是辍学了 或者是这个 根本就不上学 自己在那鼓道 然后呢 还出名了 成名了 不按照这个常规 就获得了成功 跟我讲的不一样 但是 希望大家记住 天才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 放眼整个地球 这个天才呢 是非常罕见的 而且 天才都是成名以后 人家才注意到 原来他是这样成功的 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 都是普通人 都不是天才 就应该按照普通人的模式 去发展 大家记住啊 你们呢 千万不要想歪了 就我接触的很多人 他觉得自己是天才 他误以为自己是天才 他非要学天才那一套 他振振有词 他说什么爱迪生 怎样怎样 爱因斯坦怎样怎样 他说这个乔布斯大学一夜 怎样怎样 然后呢 他自己也想一夜 然后这个就不读书了 自己出来搞创业的 这个呢 我告诉你啊 不靠谱 一般来说都不靠谱 很少有这样 这个能够成功的 就这样能成功的 有 但是呢 失败的更多 如果你是天才的话 那么你这个 一般来说 你不会找上我 因为这个天才呢 对自己是非常了解的 是不需要找命令师的 就这些人为什么能够成功 因为他对自己的特长 对自己的优势和缺点都非常了解 所以说他能够扬长避短 能够趋吉避凶 最后呢 也就达成一个成功了 你们如果说不是天才 但是觉得自己是天才 你要学人家那一套 你学人家这个不读书了 那么你可能呢 混得非常糟糕 穷困潦倒 连饭都吃不起 这个不是夸张啊 这真的有的人 他会混得这么差劲的 讲到这里呢 各位就应该明白 应该明白 这个应该明白目标和任务的区别了 如果只是找对了方向 有了目标 这个呢 还不叫成功 充其量 只能说是开了一个好头 你找了目标 那只是开了一个头 还没有做完呢 你后面发展的好不好 还是得看你怎么去完成各阶段的任务 怎么去解决出现的问题 我个人呢 习惯将任务分为复大类型 有主动的任务 有被动的任务 有长期性的任务 也有短期性的任务 有的任务呢 由自己主动提出 比如我自己啊 我写这篇文章 我规定要在几天内写完 这就是主动的任务 希望大家牢记 不是说只有别人给你的才叫任务 你自己提出来的 对自己有所要求的 同样也是任务 这一点呢 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以后在学习和工作上的时候 面对学习面对工作都要自己给自己提出一些任务 提出一些要求 然后呢 去达成这个 去满足这个 完成这个任务 这个世界上呢 有很多 至大才书的人 嘴上说的非常厉害 口号喊得震天响 但是每天呢 都是混日子的活着 只求温饱 从来不会给自己任务 从来不对自己提出什么要求 这样的人呢 很显然他是不能够成功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给自己 给自己提出一些要求 给自己设定一些任务 人呢 要靠自觉 不能是别人压着你 你就做事 人家不压着你 你就不做了 很多成功人士都是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的人 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随便看一看名人传记 看一下这些出名的人 这些富贵的人 他们的回忆录 你就知道了 人家的成功并不是靠运气 有的人总是喜欢找理由 他说我混得差 因为我命不好 因为我运气不好 把这个责任呢 推给命运 这是很可笑的 希望大家不要做一个推卸责任的人 命运呢 归根结底 它是客观的 人呢 是主观的 主观跟客观是有一个 组合是有一个结合的 主观跟客观结合在一起 那才是人生 你如果说主观上能够利用客观的形式 能够利用客观给你的东西 那么你就很有可能发展的好一些 你不能说把责任都推给运气不好 推给说别人比人比你丰命 别人家境比你好 别人这里比你强 那里比你强 找一大堆理由 没有意思的 不要找理由 你要多看到人家是怎么努力的 多看到人家对自己是怎么要求的 其父呢 是被动的任务 就是这个领导交给你的 领导让你把这个事给办成 限定你多长时间完成 这个呢 是被动的任务 也包括是父母给你的 周围的人给你的 这都是被动性的 最后呢 任务他也分成长期跟短期 有的任务是今年要完成的 另外一些任务呢 是未来三年五年 或者十年内要完成的 我讲到这儿 大家呢 不妨拿出一张纸 拿出一支笔 把自己的现状给分析一下 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有什么样的特长 我有什么样的缺点 我有哪些任务 我现在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 我短期内要完成什么 我长期内要完成什么 父母家庭给我的任务是什么 我自己给我自己的任务是什么 把自己的现状分析一下 如果你分析的好 你不需要找人算命 省钱了呀 我这么交给大家 是告诉你们 很多时候 如果说你这个人是一个明白人 你这个人是一个很清醒的人 那么是不需要找人算命的 我这么跟你讲 并不是说我呢 是赶大家走 我说你们这个自己给自己分析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来找我算 我也是要赚钱的 但是我告诉你们 真正的是你需要我 那才那我才会赚你的钱 如果你这个人很清醒 很明白 那么这个呢 我建议你啊 自己给自己分析就可以了 这个世界上清醒的人是极少数 清醒的 以及明白的是非常少的 对自己的现状有不够了解的人呢 也比较少 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一个糊涂的状态 所以说我即使是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了 这个也不会影响到我的收入 其实大家可以放心 绝大多数人啊 都是糊涂的 少部分人 极少部分的人才是明白的 才是清醒的 把自己的现状分析以后呢 那就是搞清楚自己的方向 找对发展路线 然后明白自己的处境如何 现在你混的怎么样 是欠了别人的钱 还是别人欠你的钱 是在走一个上升期 还是走一个这个下降的一个情况 你自己给自己的任务是什么 别人给你的任务是什么 长期内你要完成什么 短期内你又要完成什么 把自己的形式给分析一下 一切都很明朗 这四种任务呢 它是共同存在的 就长期性的任务跟短期性的任务 还有这个自己给自己的任务 别人给自己的任务 都是同时存在 而且呢会发生冲突 这个冲突呢 它就会造成问题 造成麻烦 比如说啊 某个人给自己的任务是今年赚一百万 但同时呢 他妈妈生病了 需要自己照顾 这个妈妈生病了呢 他就是一个短期内的任务 这个一年以内赚一百万呢 那可以说是一个长期性的任务 这长期性的任务就跟短期性的任务发生了矛盾 如果说你照顾你妈妈 那可能这个合同呢 没法签 可能这个生意呢 没法做 那么这个一百万呢 就可能完成不了了 又比如说啊 你打算今年考研究生 但是呢 你爸妈逼着你去找工作 这两个任务也发生了冲突 你打算考研 这是自己给自己的任务 你父母强迫你去找工作 这是别人给你的任务 这个呢 就是主动跟被动的一个区别 主动跟被动发生了冲突 造成了问题 造成了麻烦 造成了父子之间的对立啊 等等 讲了这么多 说到这儿 大家应该有所感悟了 真正能够成功的人 那肯定是对这个对这个副种任务呢 他比较了解 而且呢 能够协调这副种任务发生的冲突 发生的矛盾 而且他还可以放弃某些任务 他一定要放弃一些东西 然后腾出时间 集中精力来完成别的任务 哪些任务是要放弃的 哪些任务是要加紧努力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 那有的人比较贪财 他就说我还是付生意 然后呢 我请个人照顾我妈妈就可以了 另外一些人呢 他比较孝顺 他说钱呢 可以慢慢赚 我呢 还是要尽我的孝心 我去照顾我母亲 这样呢 可能他的这个一百万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 这里呢 我就没必要多谈 这个 爱钱的呢 他就往前的方向走 重视这个情义的呢 就往情义的方向走 这个人各有志 我不能勉强大家 我讲的重点是告诉各位 你们一定要会分析 分析自己的现状 如果说你的脑子是清醒的 是明白的 那么你就拿出纸和笔 给自己分析一下 我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的家庭情况是什么 我未来几年要怎样发展 我决定怎样去发展 面对的矛盾是什么 有谁在阻碍我前进 我到底要怎么样 我会怎么样 那么自己多问自己几个问题 自己多去琢磨琢磨 那自己就能给自己算命了 就能够算得很准了 如果你不想去 你不想去思考 那么当然是没有办法去 没有办法去给自己做预测的 那你就只能去花钱 找这个明白人 找这个清醒的人去给你看一下 后面我们再说第三条 这个是改变事业运的一个重要一点 这个是积蓄力量 后积勃发 我呢 常常有一句话会告诉我的学生 我说天赋只能用在一时 而不能用一辈子 很多人都是有天赋的 这世界上有天赋的人到处都是 但是并不是每个有天赋的人都能成功 想要成功 想要把你这个天赋用一辈子 你这个人呢 一定要靠苦功 并不是说 哎呀你这个头脑精明啊 从小就会做生意啊 以后就一定也会做生意 不是的啊 一定要日积月累 要慢慢的积累 要后积勃发 抬上一分钟 抬下十年功 最近呢 不是流行这个小苹果吗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胚色棋的舞姿 看一下这个 人家是职业的啊 职业的这个舞蹈 舞蹈演员 然后呢 你再看一下其余网友的 那网友上传的也不少 你看一下这个大妈们跳的 那大妈跳的跟这个胚色棋跳的 那可以说是 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区别 你仔细一看 那是高下立判 前者是职业的 后者呢 那是一个这个这个业余的 这就这个区别就在哪 就是前者 他是一个下了苦功锻炼出来的 那就不一样 你下了苦功 那就肯定是跟你这个业余 随便搞一搞 孤岛一下的不同 之前也跟你们聊过 我说我这个人从小到大 小学的时候开始 到现在 到大学毕业之前 打了十几年的这个乒乓球 我自问呢 我在这方面有点天赋 反应幅度比较快 然后呢 这个 各方面吧 也打得不错 业余水平里面还是过得去的 但是我告诉大家 我跟别人专业训练过两年的 没有办法比 那就算是一个这个小孩子 十一二岁的 专业训练过两年 每天都是专业训练 每天都是朝这个职业化的路向去训练 那么我是绝对打不过他的 因为我呢 没有这种系统化的训练方法 我没有下过苦功 我玩这个就是娱乐 我打这个就是娱乐 那么我是肯定赢不了别人的 你千万不要觉得说 你天天打 你就能够跟别人比 那人家是职业化的 是这个专业训练的 你呢 是一个娱乐性质的一个活动 那是没有办法跟人家去相提并论的 这里呢 还是说一点这个刚才讲过的一个问题 有的人呢 他没有成功 他就喜欢找理由 找一大堆的这个理由 他说我不能成功 因为这个我不聪明 别人比我聪明 比我智商高 他命比我好 运气比我好 所以说他成功了 我没成功 我没成功都怪我命不好运不好 这种推卸责任的人呢 我是很不欣赏的 我是算命的 但是我不喜欢把这个命运呢 挂在嘴边 因为命和运他都是客观的 他都是老天爷给你的 老天爷给你的 你改变不了 你无法去改变这个客观的东西 你只能说我们改变我们自己 我们主观上把我们自己的状态给改变了 主观上的东西改变了 然后主观加上客观 两个结合在一起 那么你的命运呢 就会有一些轨迹上的变化 主观上要多努力 主观上要辛苦一点 要劳累一点 要努力一点 世界上呢 八字相同的人非常多 就是中国社会 这个同一个时辰 那要出生三千多个人 有一千八百多个男的 一千八百多个女的 我们假设男女是各一半 就这一千八百多个人命运 八字命盘都是一样的 但是你能说他们的命运是一模一样的吗 有的人成功了 有的人却没有成功 为什么呢 归根结底 它不是客观的问题 它是主观上的问题 这个人主观上选错了职业 选错了发展方向 或者呢 他这个不努力 事业上没有人家努力 或者呢 找错了老婆 这个老婆呢 把他搞得家破人亡 把他搞得筋疲力竭 反正呢 就是这个家庭因素 也会影响你的事业表现 总而言之 各种主观上的问题 那就影响了你的命运发展 包括我们给大家算命 就是我们虽然说是这个算这个客观的命运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给的建议是主观的 就是你哪一年结婚 这个是你能够控制的 就我们可以推荐你 这一年结婚要好一点 我们会推荐你跟这个女的结婚会好一点 这你跟不同的人结婚 你的命运就会迥异啊 有的女的她是有望夫运的 大家记住 有的女的呢 她可能是这个不太好 她会败 她会败你的家产 她会败你的事业等等 这都是主观上可以做到的一些东西 诚然我也承认 令东来承认 这个世界上也有好吃懒做的人 突然报复的例子 就这个人呢 一直是一个这个不工作的人 一直是好吃懒做的人 但是呢 突然之间发了一大笔财 中了一个奖 被这个流星给砸中了 这种事呢 但是这种事非常罕见 希望大家不要老是想着这种东西 而且啊 就算她发了财 她如果不努力维持 她不坚持去维持这个东西 不想办法给她理财 她迟早也会坐吃山空的 这社会呢 有很多负能量 有的女大学生啊 整天想着被人包养 羡慕别人表面上的风光 大家记住啊 我希望大家不要羡慕人家表面风光 没有意思 希望你们要看到人家背后付出的努力 如果你只看到人家的表面 看不到人家背后做了什么 那么你这个人呢 就只是一个虚浮的人 就不是一个这个有观察力的人 你只是停留在表面啊 停留在最粗浅的程度上 还有的这个上班族啊 不学习也不肯努力工作 那就整天寄希望于买彩票中大奖 把这个希望啊寄托在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上 那这也是很可笑的 我们的这个希望呢 要寄托在实际的东西上 才好一些 你就说啊 你爸妈 你说我可以靠我爸妈 我爸妈工作努力 我爸妈呢 肯吃苦耐劳 我可以靠他们 这个呢都说得过去 你说你靠你老婆 你老婆很上进 你老婆很吃苦耐劳 很愿意付出 那么你也可以靠他 但是你说你把这个希望寄托于买彩票中大奖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靠谱 另外有的人呢 他只知道以自己的利益为利益 那么目光短浅 得了芝麻 丢了西瓜 这个呢是也是很普遍的啊 想要事业上能够成功 我们必须要摒弃这些错误观念 因为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东西是错的 就是这些人教你的东西都是错的啊 像是你们这些大学生啊 自己考不上公务员 然后就以讹传讹 他说这些考上公务员的都是靠关系的啊 言下之意就是说他没有关系 所以说他考不上 这种话就是胡说八道 这真真的是胡说八道 你如果考第一名 就算你没关系 那么一般来说你都不会被人刷下来 从来没有很少就是极少有这个刷第一名第二名的事 你这个人实力不够 然后你又没有关系被人刷下来了 那是正常的 然后你这个到处跟人乱讲 说什么就是靠关系 没关系就进不去 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我们承认关系也很重要 但是呢顶多就占个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 实力就自己的实力还是占了百分之六十和百分之七十的 实力最重要而不是说是关系 不是说是这些虚假的东西 不要被这些错误观念给影响了 不要被这些这个表面上的东西给影响了 你要看到本质 要透过现象看到他背后的东西 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这个是很关键的啊 我们呢也不要老是幻想啊 老是想着自己突然之间啊 有的人就想着突然之间这个嫁一个老外啊 把自己给移民了弄到国外去了 然后呢自己拿一个苹果手机整天拍一些国外的生活 发到朋友圈里面啊 发到这个QQ空间里面啊 别人羡慕他羡慕的要死 那这种事根本就不靠谱啊 基本上都是不靠谱的 你人这个人归根结底 还是要靠自己努力 不是说是你这个运气来了 然后马上就是飞上枝头当凤凰 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做人要踏实一点 另外呢看问题的时候 要看到内在 不要看到人家表面上的东西 要看到本质 要看到事在哪里 这个是呢是形式的事 看到事在哪里 事在怎么走 他在往哪里走 不懂得看事的人 他不仅仅学不好命理 人生呢也是很难有表现的 今天呢我就讲这翻条 这是一个改变事业运的一些东西 怎么去找方向 怎么去处理这个自己的任务 任务呢分成主动被动 长期短期 你哪些任务是要急着完成的 哪些任务呢是要这个可以拖一拖的自己呢 斟酌一下 另外呢就是积蓄力量 要日积月累的下苦工 你不能说今天学了明天就不学 这个月学了下个月就不学 那是不可能的 任何事情都要日积月累才能有表现 包括学斗数也是一样 你学两天玩两天 那是不可能的 你看命盘 我告诉你 你一天不看 一天不学 这个状态就完全不一样 真的 那么今天的课呢 就讲到这里 祝大家生活愉快 再见 再见